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一个雾灯 在应对极端天气的情况下 它的效果会更好 另外 转向灯还集成在了外后视镜上 视观效果也会更好 我们可以看看它细节的涂装 这都采用了黑色的一个设计 还有像龙门架 那么也是黑色和橙色 壮色的这么一个设计 整体看上去确实会更加的年轻 货斗长2米 宽1米5 尺寸中规中矩 不过当你把龙门架拆下来以后 它能够做到一个三面打开 而且两面都是纯屏的一个效果 装货卸货的过程会更加的方便 而且在要进行货品展示的时候 也会更加的清晰明了 瞬间让你成为这条街上最亮的载 另外还配备了一个货香宝 防刮 防腐蚀更加的实用 内饰的设计简单干练 但同时又不像很多同价位的车型那么的简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配备了一个8英寸的中空弹屏 支持手机互联 蓝牙电话 收音机 以及倒车影像 同时它还配备了一个双探头的倒车雷达 说实话 在五六万这个级别里边 这些配置真的是太实在了 这台车还标配博士的第九代ABS加EBD制动辅助系统 像在极端的天气下 这些都是保命的配置 必须得有 两排五座的设计确实能够拉更多的人 但是后排的空间确实有些狭角了 我的身高是1米70 可以看到我的腿部已经顶到了前排座椅 头部大概还有一拳 另外就是它座椅的靠背的角度 确实有些太直了 如果是应对长途的行驶 可能确实舒适度会差一点 不过要是硬个急 坐满五个人 拉满一箱货 妥妥的也没什么问题 另外有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的配置 就是它在前围的内外增加了一个双层的隔音垫 厚度是达到了35毫米 如今五万块钱的皮卡都讲究静密性了吗 还真别说开起来以后还真的没有那么吵 谁说五万块钱就不能享受更加静密 更加舒适的驾乘感受了呢 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匹配五速手动挡变速箱 那么不算是很强劲 但是在市区开到60 高速开到80也算够用了 而且还配备了电子珠里 开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费劲 如果能够增加一个自动挡的变速箱 说不定效果会更好 那么哪怕贵上几千块钱 相信更多的年轻人也愿意选择 车型选择上就选这台6.28万的开拓型 比低配版要贵了4000块钱 但是配置明显要丰富太多了 首先多了一个鲁苏大灯 车内多了一个多功能的方向盘 皮质的座椅 8英寸的中控屏 手机互联 倒车影像 另外还有胎压检测等等 非常实用的配置了 相对来说 那台低配版的车型 其实是为了更好的衬托 这台车的高性价比而存在的